1月31日 山東省楊谷縣一間民營醫院爆出 已經欠薪8個月 院長宣布自己要絕食 此外 有包工頭向本臺透露 因被拖欠工程款 傾家蕩產 去討養工錢 反而遭到鎮壓 收了4年了 縣長湖沒給錢 幹了一萬爛尾了 像我們這樣小一點的老闆大概有300多人 工人大概有2000多口工人 每一年去銷錢 都要到縣長湖就抓了 現在抓得緊 老是判處所 早就探望 部隊裡面的房子 換新 承包給第三萬啊 不劃工資 講說是政府幹的 報警一直跑街道 辦事處 還有法院 勞動監督不處理 近日 奧運冠軍楊倩教練余麗華 發文討薪 說自己作為冠軍的教練 卻至今分文未得 引發民眾熱議 還有網友吐槽 為國家爭光 卻像農民工一樣討薪 有分析認為 中國最近討薪欠薪的消息非常多 反映各行各業缺錢 但由於中共維穩 這些聲音很快被封禁 到了未來 當這種事情爆發的很多的時候 可能它也就管不了了 那麼管不了的話 這個對於中共的這個政權可能就會造成一定的衝擊 當然這是不久的將來 我相信很快就能夠看得到 青唐人電視台記者王彥強 熊斌採訪報導 從 었다 涙